春色万里 除凤生青 2022年 第七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 研究生班正式开班 来自全国25家院团和院校的 六大剧种 54名青年戏曲人才 重返校园 提升文化修养 精进舞台技艺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和首轮汇报演出 青年班学员的青春面貌 已展现在戏迷观众面前 青春戏院之青春再出发 聚焦重返校园的青年班学员 感悟青春底色 见证青春意料 让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 就这么拍吗 打赏这道 受到了 求求太厉害 让我们 Ada最后 要求太厉害 然后我们骗着 体力的 也很真不 attentive 可能我骗着 曾那个 得以充满的 我看这个 名字 横档 戏林 居姆 我爸我妈还有这个 我爷爷我奶奶我姥姥姥爷 就是一家的几辈人 全是戏迷 就是迷得不行不行 就是哪出戏都知道 他们都哪个唱段 经典唱段都能跟着唱 哪些名家家里什么 有点小传 兴趣爱好全能说出来 就是迷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他们对戏曲是热爱的 其实我爸有心就是想让我干这个 我父母也属于是比较有追求的人 哪怕你玩 你得把这玩儿玩明白了 你才是高级的 对 他是这样 然后其实父母就会嘟嘱我 尤其我爸 每天早起在那小区里边 早起来七点不到 就把我低了起来 下一楼去压腿去 在乒乓球那案子上压腿 所有的小区人都看着 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后来慢慢地 就是会了点些小的基本功了 我爸也给我找了一块大毛毯子 就铺在小区当中间 我就跟那儿溜胡跳 又下腰 我前桥后桥又拿顶 我就成了我们小区的这个 这个 现在人叫这个红人了 基本上是的 就是我演心系叶老师肯定会来 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他觉得很重要的时候 他都会到场 他生怕我出问题 所以叶老师对我下的心血 我觉得一般老师都达不到 拜叶老师之前其实就是玩 就是玩 觉得自己年轻 基本功也够 那就敞开了玩也没想过练功 也没想过那些远大的理想抱负 什么都没有 就觉得青春不玩的话 就有点浪费了 就是骑个马呀 唱个歌滑个雪 就这些该干的事全玩了 但是突然见到叶老师 人生中的贵人 真是可以说是贵人 他用什么方法激励我 就是他对你一味的好 他对你的好的程度 就是让你 你觉得你不去练功 你不用你自己的本事 去回馈老师的话 你觉得特对不起他 我觉得就有一句话特别合适 叫理想就像火焰 一旦点燃的就不熄灭了 就是一直在燃烧 到现在也是 就是每天会去练功 你每天如果觉得不练功 你就会丢点什么 就哪怕我一天拍戏 排得特别满的时候 我也得把这功练 这是我现在每天觉得 不白活的一件事情 自拍行吗 真有啊 有拍力得啊 怎么使啊 你们这 那咱那哪吧 咱外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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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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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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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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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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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鸡 派 公 斯文 坎德春 这是什么 同秦冲 我们这次想录这秦冲观阵的时候 我跟先生说这事了 他说好啊 特高兴 真的特高兴 他觉得说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坎 他老觉得我这戏吧 学完以后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去展现 这是我头一次 那这次我跟他说完这事 他就说我先给你看看 而且我们在录制这个节目之前 叶老师特意过来给排的戏 抽得自己的时间 中午连饭都没吃 因为我们只有中午 上下午都排气 只有中午 这个饭点的时候 在这儿所有人都要拍戏 拍了两遍 今天一会儿还会到现场吧 还会盯着录像 然后看看哪儿不合适 他就希望我能把一个特别好的作品 呈现出来 ourage柳遥 舌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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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家后 大逐 werd 你的手 дел 感情 啊 我是鸟当饼驰 我是鸟不擒穷 你穷我也扑扑我 岂有此理 吃鸟吃鸟 古人 从向前 他们以后一起随风华 你们也 卖鸟 卖鸟 看是鸟 卖鸟不卖鸟 我是鸟不擒穷 你请我也不擒穷就是你 卖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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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这鸣心蜜蜜蜜蜜 我归去安恶不肝 因爲 买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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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最ow?". 您问我呀 小买们iroir 卖烧饼的 带来多少 一个不辣 我全带来了 你要往哪里去买 我要到教场去买 教场人都不要 相信你了 您别看我这照片小 他们来头可不小 雅家的自豪 瓦钢的火候 他曾送游千军万马 去了我的少兵 转教他运头杖脑 我打他个东歪西脑 一口大救 我那儿个亲手宝 我怎么都说出来了 您瞧这样一个梦 白丑铭 这张照片其实 我为什么想在这门口拍一张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时候 拍拍戏楼什么 但是我觉得戏楼留不下 我自己的影像资料 我还是想留一张 自己的再正一次资料 演出登台 再正一次我是第一次 我从来没在这个戏楼演过 我也知道这个戏楼的 其实文化历史还挺深厚的 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留下自己一张宝贵的资料 这张照片能不能也给我 别摇头 摇头也没用 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了大概七年多的舞蹈 有民族 然后有芭蕾 拉丁 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动 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买了那些袋子听 然后看这个扮相也很好看 她就是觉得说是以我的条件 又胖 脑袋又大 然后这个四肢也没有那么很长很纤细 不适合做舞蹈这个行业 我妈就一个让孩子试试的状态 当时还跟我说你是去学舞蹈的 但是我上了学才发现我怎么在京剧班 你无比的痛苦 有一个老师就推荐我说这个孩子 他一定是唱轻衣的料 从他的身形 脸型 他的那个气质和感觉 虽然我当时很爱动 但是这个你天生的这个条件 就是一个唱轻衣的一块料 然后我就到了轻衣组 当时我就觉得说很痛苦 一句讲怎么唱得那么长 我通过第一次彩排 我当时很害怕 因为小孩说实话 我不想长篇大论说我多懂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真不懂 可是我一到后台 这个怎么那么好看 这个头面 衣服 我是先从这些被打动色彩的东西 然后一些很夸张的东西 欲望 我也想穿 我也要上台 当时很害怕 欲望 老师说你得念我 那个锣鼓都响了 不敢念 掐了我 怼了我一下 然后把我推到台上去 我就有那种感觉 我变了一个人 我就是这个角色 然后第二出的时候 你尝到了这个上台 这个甜头 这个哇 我好自豪 我怎么能这么优秀 这么难的东西 我能做得这么好 我反抗过练功 因为我太调皮了 就掉腿 我经常会 自己把胯背过来 把带子挤来 堵到厕所里面 没有人能看得见我 没有人能看得见 然后老师就找我 就 我那个时候练功 从一组调到二组 二组调到一组 我那个时候事太多了 老对老实产生意见 但是我现在特别感恩 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基础 我这上大学一放羊 就 嗓子也得不丁实 身上也得啥啥都不行 就想说基础 还是比较 打得挺牢固的 就只要 我唯一会离我难过 就是减肥 饿肚子的感觉 太难受了 晚上老想夜宵 但是我太胖了 我不能再吃了 我不脸不上镜 脸如银盆 老师会说 魂肥艳瘦 唐朝美女 你还吃得不够 我可能拍得有点嗝 出发 穿越千年的眼泪 传越去了 因为你一直讲 可以 Zither Harp 宁乱酮荷 传心 夜夜夜处啊 夜处回來 東山 乙慢近乱里还好 乾坤 快爱你好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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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哎 哎 啊 啊 啊 哎 以以后 你猜呀 怎么说呢 就是我是第一次来到 正义词演出 我反正也没多想 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 我平时都会随手拍下来 平时也比较喜欢竹子 我就看着挺清爽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 然后拍下一抹绿色 然后映衬着这个戏楼 就是颜色上的对比 我也是很喜欢的 但是 哎呀 没有人没拍好 春色万里 除凤生青 2022年第七届 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 研究生班正式开班 来自全国25家院团和院校的 六大剧种 54名青年戏曲人才 重返校园 提升文化修养 精进舞台记忆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和首轮汇报演出 青年班学员的青春面貌 已展现在戏迷观众面前 这不是教课吧 青春戏院之 青春再出发 聚焦重返校园的青年班学员 感悟青春底色 见证青春体量 终于一个角落就开始喊嗓 让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 就这么拍吗 哦 还有甜点粒 好了 上派 上派它其实和别的派 别的青衣有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第一呢 从声音上来听 它就是比较高昂 上先生的唱 他有穿云烈石的这个一个嗓音 然后呢 它在身段上面呢 可能会比别的青衣 更大开尴大和一些 像我今天演的这个双洋公主 里面呢 也是后来 上小云先生 整理的这个戏 所以说特点 更加的明确 当时我们居然因为 是以这个 梅上成寻马坛张求照 来闻名的 但是读读就是 少了这个上派 一直没有一个 合适的传承人和继承人 其实也内心比较拒绝 因为知道他挺累的 后来学我觉得 其实还挺有挑战性的 后来发现 确实我也是挺合适的 在我 我学性应该已经是 我们家第三代了 我姥爷就是 过去就是唱戏的 然后我妈妈也是京剧演员 可能我小的时候 胎教就是这个 就是我妈演出的时候 就是把我放在台边 然后我当时就是 模仿能力比较强 从一两两岁的时候 我就看台上唱那个杨宗宝 然后我就能模仿 就能唱了 后来呢 也是因为身体不太好 然后我姥姥姥爷也觉得 说要不然还是先学乐戏 当锻炼身体了吧 然后一学 我就很喜欢 不管是玩到 多么尽兴的时候 只要老师说过来练功了 过来吊嗓子了 我就会就是很听话 就赶紧过来了 所以当时我四岁学戏 四岁半我就 直接就上台演出 然后就得奖了 所以后来我妈就觉得 可能这孩子真比较适合干这个 虽然练功的时候 一直在哭啊 可能我妈就也心疼嘛 因为她就是干这个 她就觉得 姑娘你别干这个了 当时我四岁多 我说妈妈 我说我考虑了一下 我说以后我班退 我再也不哭了 我说我还是干这个吧 然后从那开始吧 我就再也没哭过 就练功 也不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我是倒仓了 按理说女孩倒仓是很不明显的 但我倒了一年 就是倒仓倒到一年 是要什么程度 可能 我现在不是唱F调吗 我当时唱降异 我都 我都磁花 您知道我有多痛苦 当时我 啊 然后呢 我妈妈有的同学 在也是 听到了就跟我妈妈说 说可能孩子小时候天赋用完了 说听她唱确实是不行 嗓子也不行了 要不然你看看 找找后路 以后大学一毕业就改孩嘛 什么的 就是这种 然后老师也是 也是会是这样的 就觉得你不行 但我当时后来也没有放弃 后来找到了传书方老师 最后一年的时候 给我说发声方法 一点点的啊 就是真的很有耐心 而且特别好 一下给我 我又回来了 我的嗓子又回来了 然后我毕业推荐的时候 我就凭借这个萧桓 前面花园就比较柔美的 后面大唐 我就比较刚硬的 就正好能 因为我有那个刚劲 是那样 然后一下子 然后剧团就觉得 哎 这个挺好的 然后我们 很多老师就觉得 没有想到 我 我能那样 他们就认为 他不行 他肯定唱不了 那高波子那么高 他肯定上不去 没想到我就真的能唱 我喜欢骑摩托车 然后就觉得非常解压 我说当时 那教练你说 你可能是 可能 我说我可能会是 骑摩托车里唱戏最好的 唱戏 唱戏里以后 骑摩托车最好的 而且我演出的时候 我们的教练 还去看戏去了 为了看我的戏还在网上 一顿恶补 恶补净具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 就是给另外一个行业 又给带到 我们这个剧场里面了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是 里边也行吗 还是就这屋 行 我们这次对ещ� 那么 我们这些年轻费 request 那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些年轻贤 这个人 我们这些年轻费 book 我们这些年轻费 宝斯街 水冬了 好好好 任何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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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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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小的时候 李宗盛 还挖过野菜吃 还挖过野菜吃 那时候 家里 一家人吃一盆鸽的汤 也不是纯白面 我印象特深 特别深 家里的老人嘛 给其名字就是 这个类字 这个类字 繁体的不是这么写的 繁体的是三个田 一个土 在农村肯定就是有田 有地种 有土地 就是饿不着 也许就是这个含义 就这么拍吗 就这么拍吗 哎呀 就这么拍不过 这个就是这个稳定的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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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